我们始终认为 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是首要的人权 发展能够让老百姓生活变得幸福 所以幸福生活是人权的最大表征 所以人民幸福在我们看来 就是最大的人权 刚才在白皮书里讲到 我们西藏人 从农农社会到今天 生活质量大幅提高 不但安全而且幸福 刚才严主席全面介绍了 新时代十年 西藏人民的生活状态 从各种经济指标 收入指标 生活保障指标 我们都可以看到 我们首先这十年 已经完全解决了 人的生存权发展权的 大幅提高的这个问题 我们西藏人民 三百多万西藏人民 和十四亿中国人一到 迈入了全面小康 而且进入了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这样一个新的真诚当中 西藏人民活得幸不幸福 西藏人民的脸上可以看到 经济指标 经济指标可以看到 所以当生存权发展权解决 19年全面脱贫之后 刚才还谈到了将近63万件卡的 贫困人口的脱贫 和这74个县的全面脱贫 可见经济发展到今天 改革开放到今天 西藏人民跟全国人民一到 共享了改革开放和发展的 全面的成果 这是生存权发展权问题 第二 我们更关注的是 在细节上 我们的经济 社会 教育 文化等各个领域 各个方面的权利 西藏人民是不是跟我们一到 享受到了 我认为这本白皮书告诉了大家 享受到了 因为人民幸福是最大的人权 在实现生存权 发展权之后 我们的包括受教育权利 各方面的权利 都能够体现出来 西藏是全国最早实现 15年公费教育的一个省区 而且我们的就业权益 是更可能的向西藏地区 倾斜和保障 据我了解过去五年 每年从农牧民转移就业的人口 就达60万人 医疗保险 医疗服务 覆盖了所有的乡镇 大家要知道西藏 120万平方公里 300多万人口 很多地方处于高海拔地区 要把医疗服务覆盖到全西藏 是一件难度多么大的事 但是我们实现了 所以在我看来 西藏人民 学有所教 老有所得 住有所居 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 全方位 全层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已经建起来了 这在更大程度上 全方位地保障了西藏人民的生活质量 我们再谈到西藏 还有公民权力 政治权力的保障问题 坚持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障 有机统一 始终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解决民族地区发展问题 西藏各族人民 充分享有了宪法和法律富裕的 管理国家和地方的各项权益 人民当家做主得以充分体现 我讲两点 第一 人民代表之家 人大代表之家 全西藏772个 已经实现了区域的全覆盖 还有一个数据 在全区的政协委员当中 少数民族占的 比重已经达到85.7% 最后我还想讲 西藏信教群众 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 这也是外界非常关注的 中央始终根据中国西藏的实际 来制定和实行符合 西藏地方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各族信教群众 在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下 享有开展正常宗教活动的自由 我还想让大家知道 整个西藏1700多处宗教活动场所 1700多项宗教民俗活动都在开展 都存在着 充分满足了所有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需求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 希望你们好好看这本白皮书 让大家真实的了解 如果还想了解西藏的人权问题 刚才严金海主席已经发出了邀请 直接到西藏去看 直接问西藏的老百姓 直接去寻找你们存在的所有的问题 疑问 西藏应该都可以给出答案